事实一再表明 美国是一个不可靠 没有可信度的国家 中方已经就此多次表明严正立场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不择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事实一再表明 美国是一个不可靠 没有可信度的国家 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的利益 将严重干扰两国 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 对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造成破坏 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物理打压 公平公正 非其事地对待中国企业 多做有利于中美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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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